在新西安首先来关注一下 现在是有全球瞩目的在新加坡进行的美朝峰会 来自于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在新西安宣布美朝峰会取得成功 此前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签署了一份协议 特朗普称这是一份非常全面的协议 将会为全世界解决一个非常重大且非常危险的问题 另外中国方面的中国央行在新西安 净投放人民币300亿元 6月4日以来首度净投放 在欧洲方面 德国公布了最新6月份的ZEW商业情绪指数下滑到了90.6 美国方面联储的新一轮议席会议已经拉开序幕 市场预计在星期三结束的时候就会宣布新一轮的升息 除此之外 美国还在新线公布了最新上个月的CPI 年比的通胀增幅上升到2.8% 出去了食品和能源的核心价格指数的年比增幅上升到了2.2% 现在美元的走势是出现一定程度的震荡 欧元对于美元的比价上升到了1.1796 也是我们今天会是关注的焦点 这个比价还在进一步的呈现上扬 已经在一个支撑线1.1755之上的进一步的出现反弹 未来有望进一步的上涨 如果能够进一步上升 有望可以首先到1.1815之后上涨到1.1840 如果比价出现下滑并且跌破1.1755的话 则有可能会首先滑落到1.1735之后 纵然到1.1710 再来关注一下英镑对于美元的比价 现在下探到1.3375 美元对日元的比价上升到了110.28 再来关注一下比特币对于美元的比价 现在下探到6715.47 而亏重金属则是在星期二承压下滑 金价现在下探到美杨斯1298.90美元 不过依然维持在1294美元这样一个支撑线以上 纯线的牛市攀升的态势 如果能够再度反反的话 有望能够首先达到美杨斯1300.50美元之后 上升到美杨斯1303.25美元 如果金价进一步的下降并且跌破1294美元的话 则有可能会首先滑落到美杨斯1290美元之后 下跌到美杨斯1287.50美元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白银的交易价格 现在下探到美杨斯16.86美元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一家 欢迎继续锁定 G039财经电视